社区营造 城乡发展 城市行销 交通规划 社会公平 民主参与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 公司 厚厚共 公司 呵呵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公事好好说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郭瑞坤 公事好好说是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共同直播的节目 那我们每个礼拜一下五点半到六点半呢 在这边跟各位朋友呢 共同来讨论公共事务的议题 那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主题呢 是圆梦计划 圆谁的梦 那到底什么是圆梦计划 等一下我们的来宾呢 会跟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呢 我要先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来宾 那第一位呢 是我们在高雄呢 前证区成立的一家公司 那个雷科股份有限公司 张静豪 张经理 那张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雷科 张静豪经理 好 那第二位呢是 他的身份有点复杂 可以讲说是一个科技男 但是他做现在是一个返乡的青年 他是陈祥豪 他自己有一家公司呢 叫工院有限公司 那同时呢 他也是大辽的青龙联谊会的负责人 好 祥豪跟大家问个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祥豪 好 每个人呢都会有梦想 那这个梦想呢到底能不能实践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梦想实践以外呢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计划 那我想很多朋友最近呢 针对所谓的CSR 就是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那或者呢现在呢 有投资股票的人了解财务 公司财务经营的呢 大概都会听到所谓的ESG E代表的是环境 那S呢代表的是social 然后G呢代表的是 所谓的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 那不管是呢CSR或ESG呢 其实现在都有一个重点 就是强调所谓的社会参与的一个部分 那不只是公司经营的好 要给我们的股东 有所谓的EPS 每年获利多少 那当然现在都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ESG做得好 你的EPS呢也会做得好 那但是呢要怎么来实现ESG呢 那我想就首先呢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要先请教 我们雷科公司的张静豪张经理呢 那为什么公司我们雷科公司呢 会来推动这个圆梦计划 整个计划的名称呢 完整计划名称呢 叫做翻转竹梦高雄圆梦实践计划 那请张经理呢 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圆梦计划 好谢谢主持人 那其实雷科一开始会做这个圆梦计划 主要也是跟庄大学管理学院这边 有就聊过就是说 一开始是董事长那边有个 一个社团 就叫高雄市两岸促进合作会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很多 就是两岸间的交流有点中断了 那总长想说 他有一笔就是有一笔钱 就是他们有一些经费啊 是可以补助一些弱势族群的 那刚好跟当时就是郭副院长这边有聊到 就是说那不如我们来做个计划案这样子 那郭副院长就想说 那我们可以反照 就是反照那个之前一个房屋的广告 就是说我们可以打造一家人 社区一家人那种概念做 以这个概念作为出发点这样子 那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翻转圆梦计划的由来这样子 好那本来呢我们雷科公司 郑董事长呢 他有一个两岸合作促进会 那这个合作促进会呢 除了促进两岸交流以外呢 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补助弱势的团体 但是呢 我想在台湾呢 我们最近也看到有很多的调查的资料 就是包括比如企业的捐款 那到底会补助些什么样的一个议题来讲 那现在呢大概比较补助最多的呢 有一个调查报告主指出来呢 就是补助的对象或者是参与的议题呢 最主要是以儿童为主 那占了36% 那其次呢是有关教育科学占了29% 那老人的议题呢是25% 那我们本来呢提出这个圆梦计划的时候 有时候呢是想要所谓的脱贫啦 那但是呢 现在有时候你想说脱贫 那真的是受众他能够提出计划 或者是其实像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 日本呢以前有一个抢救贫穷大作战的节目 那但是呢 这个又牵扯到很多的专业 很多的经费 那所以呢 我们后来就调整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照顾的人 其实不管是公司也好 或者是大学也好 我们的能力还是很有限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让想要做事的人 可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 那这个想要做的事呢 也可以对整体的社会 对社区呢是有帮助的 那所以呢 我们中山大学呢 协助雷克公司拟定了一个圆梦计划 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构想 那拟定这个计划构想的 当然就是要有人来投案 所以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呢 翔豪呢 他就是来参与这个计划 投出这个计划书的人 那我所以我想要在进一步讨论问题之前 也要请问一下我们的来宾翔豪 他是一个返乡青年 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翔豪他以前是在 那个他是读机械背景的 然后本来是在科技公司工作 那我想我们现在都在讲 所谓的地方创生返乡遗乡的部分 所以翔豪在你跟我们报告 在跟我们分享说 为什么提圆梦计划之前 能不能也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要返乡 返乡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那谢谢主持人 那我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返乡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原来的工作 是在做自动化设备 那也都不在台湾 然后包含一些汽车的一些机构设计 那当我有一次的离子的机会 一个gap year的时候 我去世界旅行 我看到我想象中的世界 跟台湾的不一样 那在一个契机之下 我返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开始在寻找说 我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就应用我自己的所学 各种的背景 然后用一些很理工的方式 然后投入整个社区 跟投入地方 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可以有机会 透过中山大学这边的协助 让我们把一些理工背景的一些知识 做一些转益 然后应用到社区地方 去协助更多的人 来投入地方的发展 好 能不能说明一下 这个圆梦计划 你做的是什么事 这个圆梦计划中 我们是推广一个 永续农业的概念 那具体来说 我们是做水跟蔬菜 那我们是透过水跟蔬菜的方式 应用到社区 那比如像是热林长辈 然后让他们在闲暇之余 有一个生活的不同的一个 绿色疗育的一个效果 那更多的是 我们把它延伸到 做一个辅助的一个计划 我们将一个这样子一个 轻松的一个农业的方式 然后去透过一些赔利 然后协助一些青年 还有一些家庭去投入这个领域 然后去作为未来事业 这个发展的方向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请想好 再进一步说明 这个计划的执行的过程 那影响到哪些人 哪些人会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 那相对的呢 就是想好刚刚提到说 这个圆梦计划呢 是提到就是永续农业有关系的 而且呢 我记得他提案的时候是 吃碳把机器 因为他是机械背景的 所以一开始呢 他提出的计划构想的计划名叫 吃碳的机器 好像是这样 那相对的就是跟我刚刚所讲 现在呢 很多单位在关注的议题呢 当然都是以儿童啦 教育啦 老人啦 身心障碍这边为主的议题 那相对的呢 就是刚刚所讲的吃碳的机器 这是想好想要圆梦的计划 这好像都不是在我们刚刚讲说 这么多的CSR或者是公益团体 他们要赞助的计划的内容都不大一样 那当然在这个计划征求的时候呢 也大概我记得好像有十几个计划来投案 那我想要请问张经理的是 为什么雷科公司会想要挑出 这一个案子来执行 那圆了想好的梦 他的圆梦计划 就是要用有序农业来做水耕的蔬菜 然后包括这个水耕蔬菜出来的成果 等一下想好会再做进一步介绍 就是包括有一些非盈利的组织 弱势的团体 那个那个家福基金会 他们也来参与 社区的妈妈也来参与 但是呢 这种计划可能在一般我们所谓的 企业所关心的议题里面呢 是比较不会被看到的 能不能请张经理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雷科会挑中这个计划 当初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就是当初这个提案有十几案 那我只能说想好的 取这个名字蛮好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金管会开始规定上市贵公司 就是有一些碳的一些计划 就是要去做这些东西 那我想说 吃碳的机器 对我们公司的一些经营方面 是不是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只能说 它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 那这样我们也有七座所谓的稻米 如果 刚好我们有米 那可以配上菜的话 吃饭配菜嘛 这样是不是 刚好可以更扩展我们的一些 一个在农业上的一个领域的发展 这样子 好 雷科公司之前也一样 跟我们中山大学 还有跟我们在奇山种有机米的青龙 有合作 就是有包括有契约生产有机的 契作有机的一个稻米 所以刚刚张经理讲说 吃饭配菜 有饭有米 所以吃碳的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菜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契机 当然这个计划的名称 这或许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分享 那现在政府有很多的提案 不管是由社区发展协会来提案 由个人来提案 那当然我们在审查这些计划的时候 计划的名称能不能吸引人 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那个想好呢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吃碳把机器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名称 到底是怎么吃碳 当然现在我们在讲所谓的 碳中和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这也呼应到了 刚刚我们讲所谓的ESG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ESG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的坚从 为什么有这个计划 因为是雷克公司 他们有一笔资金 那可以补助弱势的团体 但是他们相对也不只是补助弱势团体 而是鼓励想要做事的人 来圆他的梦来提出计划 那我们这个返乡青年 想好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 好那接下来我要进入到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几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首先我要请教我们张经理 就是当企业大学 我在整个过程里面 中山大学参与到这里面 还有包括社区还有个人 我们现在讲说ESG 那其实包括最后 也都要呼应到所谓的SDGs 也就是所谓联合国 在2015年提出的 所谓的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企业要公告他的CSR报告 那我们现在讲说叫永续报告书 已经不再叫CSR报告书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叫永续报告书 那对这里面来讲的话呢 那个永续报告书 当然是要对所谓的利害关系人来负责 那我想雷克公司在过去这几年 也公告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 永续报告书 那能不能说明一下 当你们公告了这个永续报告书 对你的利害关系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对利害关系人的影响 我可能还比较没有办法知道 只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而是说 就刚才主持人讲到 就是说所谓的SDGs 那其实公司在做 做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的话 首先我们是觉得说要先聚焦 因为SDGs所谓有17个目标 那我们不可能每个都去做得到 那所以我们就聚焦 在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上 然后去带着 希望可以带着利害关系人一起去做 那我也相信郭副院长这边也蛮知道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几年在做一些家庭日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拉进来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员工的参与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可能说都是高层在做 或是一些管理阶层在做 我们希望是可以把员工一起拉进来一起做 那所以我们不管是举办家庭日 或是我们的圆梦计划 基本上我们都是把员工 希望可以员工增加他的参与度 那把我们整个这个所谓的ESG的文化 把它变成一个雷科的一个永续的文化这样子 好 SDGs呢 不是我们总统在讲的 也不是行政院长在讲 也不是金管会的主任委员在讲的 而是包括要落实到每一个企业 也包括要落实到每一个员工 那所以呢 我想在有些公司呢 他过去呢 比较不重视ESG 比较不重视CSR 比较不重视永续的发展 但是呢 透过CSR报告书 永续报告书的一个揭露 那等于是可以让每一家公司呢 可以去了解自己公司 在永续的发展上来讲的话呢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现在做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 那刚刚张经理也特别强调 就是他希望呢 这个永续发展SDGs呢 变成是我们雷科公司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 那当然要变成企业的文化来讲 就不是只有董事长总经理的一个事情 希望有更多的员工 来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当然我想这是从公司的观点来看 那他们包括透过员工家庭日 让上下游供应商让员工共同来参与 但是相对的我们反个角度来看 就是提案人想好这边来讲 那提案人呢 想好也不是为了自己圆梦啦 那这个圆梦的话还有其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 共同来参与 那能不能也请想好来说明一下 你提这个圆梦计划的时候 你周边的社区或者是其他的 包括加福基金会啦 或在地的一个父老乡亲 他们对你这个计划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那感谢老师 那其实我们这个计划的名称叫做 吃碳吧 光合机器 那不外乎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光合作用 来吸收二氧化碳 环境的二氧化碳 然后达到一个减碳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在一开始提这个计划之初 其实多数人不能理解说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圆梦计划 对我们这个团队 铁木农创 还有大辽青农联益会来说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把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让它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 那我们透过一个碳的一个议题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 大辽做一个响应 因为我们大辽的背景就是有工业区 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农田 那我们很多的住宅区 我们是一个算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城镇 那我们需要透过一个低碳的议题来响应 让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后从社区中我们去倡议的叫做永续社区 然后我们把一些绿色的概念带到社区去 然后跟社区长辈还有社区的总干事或者理事长 然后共同来协议我们可以怎么样让社区成为我们地方支持系统 那举防来说像2025年社区 台湾就会走向高龄社会 那对于社区的需求就越来越大 那我们如何让透过绿色的概念带到社区 让它产生永续也是我们现在第一个目标 那我们对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农业上 我们大脑算是比较视为啦 因为毕竟我们是以工业区为主軸的一个城镇 但在SDGS13汽油行动开始在倡议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机会好像来了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地产递销的模式 或者是一些低碳饮食或是一些低碳旅游 然后来带动地方的共好 那当然对于企业来说 我自己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轻创的团队 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透过一些技术背景 然后我们结合一些大企业的资源 然后做一个爽核心的应用 然后我们透过一些技术本质 然后来共同创造一些共好共融的一个契机 好谢谢想好的说明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大辽真的是 大家可能提到大辽对它的农业比较不了解 因为提到大辽就想到是什么 大发工业区 现在有核发工业区 那其实大辽它的人口算是蛮稳定的 大概多一直维持10万人左右 不像有些区工所 有些地方是人口减少 那大辽事实上因为工业化的程度非常高 但是它相对的还是有农业 不只是有工业也有农业 但是我想要请问想好的一件事情 你这个吃碳把光合作用 然后就是包括用水跟蔬菜 要来落实永续农业 社区的阿公阿嬷有跟他问 你怎么比我更精彩 你跟我说什么 还要什么光合作用 我种菜种了几十年 你用这个你的种菜会比我还会厉害吗 能不能说明一下 确实如主持人所说 我们一开始到社区要推广农业的时候 阿公阿嬷说 你可能比我更厉害了 然后我们开始透过活动 让他感受到 我们用水跟的方式可以很轻松 我们在室内的空间 或者在我们在屋檐下 我们就可以自己种出好吃的 又健康无毒的蔬菜 一步一步的 长辈就开始理解说 我们好像有年纪了 也不适合一直在那边弯腰 然后在大太阳下这样子去工作 就开始接受我们 然后反倒现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好像可以在做什么事情 像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农作物 然后用水根的方式来实现 像我们最近就在尝试说 我们把企业丹这种中草药的东西 透过水根的方式去做种植 那也有一点出奇的效果 那我想这些也是社区长辈对我们的反馈 因为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是农业的专家 好 传统的农业 种植物就要放下去了 在那里头 插秧 野菜剂 这样可以种植物 想好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 你的水跟蔬菜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长辈不用放下去 因为水跟蔬菜其实它只需要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礼拜到十天 七到十天管理一次 那我们在整个种植的过程中 我们都可以移到室内空间 或者是遮阴下来进行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工作桌台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水根的一些 预好的苗放到我们的种植的定值栏上面 比如说像是水管啊 或者是说一些浮板上面 都可以来做一个应用 跟一些创意的思考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避免长辈高龄的状况下 还要到农地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劳作 那这样子其实也吸引蛮多长辈投入这个领域 好所以这个计划来讲的话 不只是种蔬菜 其实好像也是对我们高龄长辈的一个照顾 说高龄长辈他有事情做 才不会老化才不会退化 特别是在台湾 我们在2025年就即将进入到高龄社会 那相对的我再请问一下我们张经理 这个吃碳把光合作用 就是水跟蔬菜 就是这个当然是永续农业的一部分 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 就刚才讲的就是脚本配菜 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推广 所以想好下礼拜也会到我们公司 把这个农业技术推广出去 就是说我们也想说 如果有一台机器 这个水跟的蔬菜的机器放在我们公司 或许我们员工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加菜了 他就可以去拿最新鲜的蔬菜 就可以直接加菜了 好原来是在公司来讲 除了吃饭以外 然后假如有水跟蔬菜 我们就公司就可以马上汆烫蔬菜 汆烫蔬菜就变成是中午加菜 那当然我想这个水跟蔬菜 对公司的绿美化也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那有没有可能也包括透过这个水跟蔬菜的种植 然后也把公司里面的二氧化碳 做局部的一个吸收 也改善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 那所以我想在刚刚我们在提到的说 从一个很简单的吃碳把光合作用 然后就是水跟蔬菜 然后变成是公司也认同这样的工作 然后也希望可以变成是在公司里面来种植 这是在公司面 那另外在社区面来讲 就是社区的长辈 也可以变成是有事情做 那我再请想好 你再给我补充说明一下 不只是长辈种 那个家福基金会为什么也参与进来了 这个我们很感谢家福中心那边的认同 因为我们其实长期以来都在关注个议题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扶住吗 我们是要给他鱼吃 还是要给他一只钓竿 让他有一个永续可以持续下去的概念 所以他看到我们在推广这个计划的过程中 然后也是很积极来参与 然后来做 比如说像我们到社区去 他就跟着我们到社区去做体验 然后真的实际去观察说这样子的计划是不是有实行的必要性 包含这个水耕可以应用到培力家庭上 有多大的一个可行性 那经过我们这样几次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活动 然后过程中我们大概都是蛮认同 这件水耕水耕蔬菜可以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们在大辽我们就把他带到国小里面去 让小朋友认识自己家乡的农业 然后也认识新兴的农业 那可能或许期待未来 他可以解决一些农业遇到的一些瓶颈跟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气候变迁下 我们都是气候异常下农作物其实长的状况都不是太好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小的一个 永续农业的一个推动 然后给更多人带来一些给农业上带来更多的一些契机 好谢谢想好的说明 那除了这个水耕蔬菜 也跟国小的学童来做一些食农教育的推广 那好像就是包括家福基金会 他们也赞助一部分的经费 然后给弱势的团体来种这些水耕蔬菜 然后这些水耕蔬菜收成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市场去贩售 那变成这些弱势团体的一个收益 那其实我想想好刚刚的补充呢 也回顾到 回到就是我们一开始中山大学呢 跟雷科公司呢 我们在讨论这个圆梦计划的时候 本来是比较说从脱贫的计划 说与其给他鱼吃布 让他可以去钓鱼 那所以我们在第一届的圆梦计划 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第一届圆梦计划也有一位我们新住民的朋友 他就是希望在他家里呢 可以做直播 可以来贩售一些东西 那同时呢 增加家庭的收入 然后又可以照顾他家里的一个事情 那这是我们在第一届 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包括在第二届呢 也可以让一个喜欢跳舞的人 他去带动社区的一个长辈 做肢体的活动 那我们在第二届的这个圆梦计划 就是从想好这边所提出来的计划 我们看到呢 不只是拓展到学校去 让学童呢 可以进一步了解新的农业科技 然后包括食农教育 那同时呢 也因为加福基金会的一个参与 那我想等一下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明 到底有几个加福基金会的朋友呢 他们参与到这个水跟蔬菜的部分 那他们现在的一个参与的情形 又是怎么样 可以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是圆梦计划圆谁的梦 那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说 希望可以去 让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他可以去实现他的一个梦想 那当然呢 我想这个 当然也很缺乏的 就是这个计划要来推动 也需要有一些资金 那我们很感谢呢 就是包括雷科公司呢 包括跟两岸合作处境会呢 他们可以赞助这样的经费 让这个圆梦计划呢 可以顺利的来推动 那我们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 我们还会回到节目现场 来继续讨论这个永续的议题 包括进一步呢 来讨论说 原个人的梦以外 那他的扩散的效益呢 他的影响力呢 又可以达到怎么样 还有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的 就是包括静灵探牌 静灵探牌呢 跟永续农业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不要走开 大家好 正经你在高广听到的台湾俗语 现在可以一次回味 网络搜寻高广台湾站 有声有色 九四三 挡挡精彩 在高广 我们是可爱的路红组 小嘴是高渡压谈摩桑 嘿 大家好 我是人看人厚路 几冬 几网都的几网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 还是国民的欧巴 现在开始 咱们大家都有机会 做到这个国民法官 跟这个法官坐到这里 做回来新盘 邀请你今 做回来做国民法官 让我们的手法越来越好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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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唐力 多一分消防安全常识 增一分居家生活安全 使用液化石油器 保持通风最要紧 睡前外出多检查 全家安全有保障 当自己生命财产的守护神 防火防灾人人有责 欢迎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大家好 我是盛万辉医师 如果在外不方便施洗手 可使用酒精含量 60-80%的干洗手 确实戳洗双手的 手心、手背、指缝、指尖、手腕等处 至少20-30秒 特别是在用餐前 进出医疗院所、公共场所 搭乘大众运输前后 一定要正确清洁伤手 才能保护自己 远离疾病威胁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空中传练一起 分享点点滴滴 943 903 903 你最马迹的电台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的 公事好好说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公事好好说节目现场 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郭瑞坤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是原梦计划原谁的梦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两位来宾 那一位呢是雷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张静豪 张经理 那另外一位呢是公院有限公司 还有他同时也是大辽的青龙联谊会的一个负责人 呃 陈祥豪 那祥豪呢是返乡青年 然后他提出了雷科公司有一个原梦计划 那祥豪呢是一个申请人 那所以呢他们提出这样的计划 那想好提出的计划呢是吃碳吧光合作用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雷科公司呢 呃那个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再进一步再讨论我们今天这个原梦计划 原谁的梦的时候呢 我们再进一步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企业在捐款 他的主要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我从这边从一份的资料的一个报告里面呢 可以看到 那有76%的企业呢 他们提到说他捐款的动机呢 是回馈社会散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第二个呢是有12.4%呢 是关心特定的议题 那接下来第三名呢 是7.6%呢 是因为公益团体的一个劝募 那当然呢 我想这些是我们看到所谓企业 为什么要赞助回馈社会捐款的一个动机 那我们雷科呢 当然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 跟两岸合作出境会提出这个原梦计划 当然也是一个赞助计划 但是呢相对的这个赞助计划 跟你们以往的一些慈善捐赠 不管是捐给政府也好 或捐给弱势团体 那这个原梦计划 跟以往到底有什么不同 能不能请张经理再跟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好那其实以往雷科也有在做一些 所谓的慈善的捐赠 那只是说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捐出去 那到底他的效益在哪边 其实我们比较不知道 就好像有点就是 我全捐出去就没我的事了 那这个原梦计划是比较 他是比较有 有一个计划性目的性的 那我们也会从中去参与 不只是我们会定期的去反差 甚至我们也会希望说 员工也可以参与其中 就像我们第一届 其实我们有一个 第一届有一个 其安乐的一个创作艺术画 这个我就觉得蛮有意义的 那时候他也需要一些志工的参与 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有员工去帮忙当志工 之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变成说 那时候疫情蛮严重的 他就禁止开放外人进去参观之类的 那后来他也是回馈给我们员工 就是说我们员工也一起来去参加这个创作 那这个画还蛮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那后来甚至喜安乐做完之后 那我们就是还帮他办了一个 在我们公司办了一个画展 那不管是他们的家长 或者是他们创作人 喜安乐创作人一起来参观这个画展 其实我看到这个画展 其实有些家长其实蛮感谢我们 就会说我们不只提供这个清飞 甚至我们还提供这个场域 让这些可能不会被展出的话 有地方可以去展出 其实蛮多家长看到说 也蛮感谢我们 加上一些老师辅导员 都觉得这个计划案是蛮好的 所以就觉得说 其实就跟以往的一个捐赠 就是说只是一次性的 然后好像也不知道他的成果是怎样 那我们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可以看到 从参与过程 然后去看到他最后的产出的结果 那得到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回馈 就觉得说这个计划案是蛮有帮助的 那才会有接下来第二届这样子 好谢谢张经理 那我想雷克公司跟两岸合作出境会 跟中山大学我们提出这个圆门计划 从雷克公司的观点就是 我最直接可以看到 我这个计划做了什么事情 包括我公司的员工 包括我受众的参与的民众的话 他们对这个计划的感受都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的 那比如说像最近发生土耳其的一个地震来讲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人呢 就是把钱捐到卫福部 我们的卫福部 那台湾的卫福部呢 再转给我们的外交部 外交部呢 再转给土耳其政府 那土耳其政府呢 再怎么使用这一笔善款 老实说我们不见得非常清楚 他这笔钱的一个用途 那又比如呢 比如说包括 当然我们相信这些善款都是要做好事啦 那但是呢 另外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包括那个俄罗斯呢 跟乌克兰的一个大战 那最近呢 乌克兰的总统呢 泽伦斯基呢 他把很多内阁的成员呢 把他撤职了 为什么撤职 竟然被调查到家里有好几部跑车 有好多的一个黄金 那怎么国难之前 这些官员还有这么多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 对我们所谓的公益团体 慈善团体或政府呢 那个他们到底我们慈善的捐赠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不信任他 那只是相对的 我们可以透过像这种圆们计划 我们可以更直接的来看到这个计划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影响了哪些人 像刚刚我们张经理所提到的 我们去年第一届 跟习汉儿合作的 这一个计划来讲 就是习汉儿里面有一个同仁 他很喜欢画画 他把他从绘画里面 所得到的乐趣 他想要分享给别人 特别是他的保育的小朋友 他负责的小朋友 但是呢 可能这个机构 这个基金会里面呢 也没办法提供他这样的一个经费 去做这样的一个引领小朋友 来做这样的创作 那刚好呢 就是我由我们雷克公司的 这个圆梦计划来讲 所以那个保育员呢 他就提出这个计划 然后引导小朋友呢 做艺术创作 那当然呢 你说做完艺术创作 还要去表框 还要办展览 很多学艺术的学生 可能从学生到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可能都还没有办过展览 还没有各展 还没有团体展 但是呢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 这个圆梦计划 让小朋友可以参与 然后包括也帮他办一个展览 然后家长也可以感受到了 然后我们公司的员工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公司在赞助的一个经费 他达到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 包括这些创作的一个作品 也可以在我们公司来做展示 让我们公司的同仁呢 多可以了解到这些实际的一个成果 那相对的这是从赞助的单位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赞助 这种赞助呢 跟以往的慈善捐赠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能不能也 我想要接下来也要请想好 我之前好像也曾经在一个场合提到说 有很多的返乡青年 他们回来这个地方要生活 然后也会不断的提不同的计划 去申请政府的经费 或者是包括民间的一个经费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一个经费 那相对的呢 你想好你也提过政府的计划 那提过政府计划 跟提出跟雷科这种民间公司的圆梦计划 在执行上或者是在理念上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 对我们在我们田木农创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执行的文化部的一些社区民造计划 那我想这个雷科的圆梦计划 它更像是一个青年萌芽的概念 或者是说让你的梦想能够落地 那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他一定是第一件事情强调就是永续 因为他必须要兼顾很多家庭的一个经济 那我们又有透过中山大学的协力协助 然后我们把一个计划呈现了一个叫公共价值 还有一个叫做企业最重视的叫永续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青年的梦想 真的可以扎扎实实的落地 然后我想我们也是不负众望 我们把这个圆梦计划 透过一些延伸应用 让这个梦想能够接力下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把这个水耕的蔬菜 延伸到中高龄的长辈的就业 那我就称他就是乐创第二人生 那我想我们知道 因为我自己返乡 我也是照顾我自己的妈妈 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 因为长辈一个人在家 他如果没有事做的时候 他会呈现的一个状态 光是精神状态或者是生活目标上 其实都是比较不好的 包含对他的身心理的健康 等等方面的影响 那我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弄一个微型的场域 大概可能是两三平的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去打造一个种植的环境 让他每天有些轻松的事做 那我们在这一定要强调轻松 因为长辈他们年纪有了 体力有限 那各种职业伤害可能长年来的累积 都不适合让他们在做一些重的劳力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打造一个模式 然后适合中高龄去创业 然后更重要是我们发展出另外一个新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扩大这个响应 好谢谢想好的一个说明 那透过这个原本计划也实现了公共价值 永续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呢 在这个计划里面也可以创造我们大辽的中高龄长辈 或者是弱势家庭的旧创业的一个部分 等于他有生产 然后也可以变成是地产递销 然后轻松的做 那也把闲置空间的做一个活化 做一个再利用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我们过年前呢 在永方社区办一个成果展的时候 那想好的妈妈有到场 然后呢 我觉得蛮感动的啦 因为一个科技男 在做自动化的机械设备 在外面有比较好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这个年轻人呢 返乡就是要照顾家里的家人 然后呢 回来以后呢 都在外面没想到 都不在家 然后大家讲说 你做那个地方 你种菜 你种菜才会比家庭的阿公 那么厉害种菜 然后呢 做了这个叫做什么 吃碳吧 光合作用 到底没想是在做什么 但是 我觉得那一天的成果发表会呢 不只是我们永方社区的长辈都看到了 我相信呢 那个想好的妈妈看到 想好做的情形 应该也会比较放心 说我这个儿子 回来 不只是照顾我 然后他也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在外面没想到 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当然呢 我也想要请教我们张经理 企业赚钱 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当然有些企业不做CSR 或者是他觉得说 我不做CSR 我不做ESG 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企业可以赚钱 可以永续的经营 但是有人在讲说 你做这个SDGS 做ESG 是额外的消费 额外的公司的业务的支出 那对公司的EPS 到底有没有帮助 那我想能不能请张经理 在这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观察到的事情 包括你的上下游供应商 有没有人在说 你们雷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公司的同仁在讲说 我们老板怎么不联总奖金 都花一些 然后再做这些圆梦计划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联总奖金 公司同仁有没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上下游供应商 我觉得这就是 应该算相辅相成 就是说没有说一定要做 或是没有一定要做 那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想 就是说 员工也算是CSR的一部分 那我们如果不做ESG的话 其实也是要把员工照顾好 那当然我们更有疑虑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支持一些 所谓的公益团体 社福团体 或是像我们这个圆梦计划 就是去帮助一些弱势的族群 他们去圆个梦 那所以说我的观察就是说 其实员工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员工也会说 这钱拿来本年 中奖金不太好 也是有人会有这样问过 可是我们想着说 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其实你就像我们董事长 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就听他朋友说 他朋友捐了一台救护车 然后有一天早上 那个朋友 早上晨跑的时候出了事情 结果来载他的 就是那台他当初捐的救护车 所以他也很想捐一台救护车 那当然人家说现在救护车很多人 不要再捐救护车 当然就是其他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见得你会预期到它的成果 而是说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默默的去帮助到别人 有的时候也会反馈到自己 那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给员工或是给我们的上线工艺商 有一个观念 就像我们在去弃作旗山的这个有机米 那我们董事长也把它取叫雷科米 那为什么要叫雷科米 也跟各位听众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从插秧到收割 都是同我们员工的主管啊 同仁一起去执行的 像我们一开始插秧 可能是因为疫情关系 只有我跟董事长一起去插秧 那第二年插秧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一些小朋友 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家庭日活 这种亲子插秧 那割道的话 我们更是把它举办成一个比较盛大的家庭日 就程如刚才讲的 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历爱关系人 就是我们长期资助的爱乐文化基金会 请他来帮我们做田园音乐会的一个演出 我们就不用跑到时尚去听那个田园音乐会 其实我们高雄雷科公司 就自己就办了一个田园音乐会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我们的供应商啊 客户一起来参与 让他知道说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就像我们刚才在开会前 我们也讲到一件事就是说 现在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 这是一个打群架的时代 那我们怎么去串联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啊 我们的客户 就是串联我们所谓的这个厉害关系人 让他们形成一个 就是大家是一个团体 一个平台 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公益的事情 ESG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做 把它正向的去发挥出 一个所谓的正向循环 变成是社会有益的 对这个环境有益的 那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永续的去经营 或是把这个地球变成一个更永续的地球 这样子 好做好事要大家一起来做 那所以呢 我想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像我们的金管会 然后有要求上市柜公司 它资本额呢 现在是20亿以上 在今年呢 2023年呢 都要公告它的永续报告书 那这永续报告书呢 不管是依照怎么样的准则来做 ESG的面向 或者是呼应SDGs 永续发展的目标来做 那但是呢 你要写 要写这个报告书 你一定要有内容可以来写 那假如是老实说 我们只是单纯的开支票来讲 那可能可以琢磨的地方 是比较少一点 那你都不做的话呢 有关ESG 或有关社会参与 公益的活动 你都不做的话 那你根本就没有内容 可以来写 那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 其实有时候 你的ESG做得好 你的CSR做得好 你可能只是取得某一家 比如说我们讲说苹果 Apple的手机 你可能只是取得门票而已 你即使做得好 你都不一定可以变成是 它的供应商 但是呢 你不做 你就完全不可能是 它的供应商 所以我们也要进入到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就是净零碳排 跟永续农业 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那个苹果公司 他们讲到的就是 2030呢 他们要净零碳排 那苹果呢 要净零碳排 绝对不是它自己 可以做得到 一定要它的供应商 它的上下游供应链 全力的来配合 你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刚刚我们张经理也提到的 他们公司在办这些活动 做一些永续的活动 CSR的活动的时候呢 都会把它的供应商 上下游供应商呢 也都一起找来参与 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打群架的一个观念 那透过有一些的活动 让我们上下游供应商也都可以了解 那同时呢 我记得张经理也之前也讲过 他也会经常收到一些电话 Email讲说 你要提供给我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料 就是因为他们公司呢 可能是苹果的供应商 然后苹果的供应商呢 又跟他们上下游的供应商呢 要求提供些怎么样的资料 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比较远大的 就是净零碳排的一个部分 但是回到我们在刚刚在讲的 想好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地产递销 我想要进一步请想好来跟我们讲一下 地产递销跟永续农业跟净零碳排 你是这个科技男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个有关系 我的分享一下 其实近年碳排看起来离我们很远 那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日常 那它跟永续农业的关联呢 对我来说 它是整个架构在一个大健康的时代 那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疫情的威力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台湾的高龄的健康 亚健康人口很多 那可能你年长辈到一个年纪 你就需要受到高血压 糖尿病 或者更多的其实癌症的比率很高 那我想这几件事情 是可以跟净零碳排和永续农业串联在一起的 因为净零碳排不外乎强调的就是说 除了一些ESG的议题跟碳全的议题以外 其实它的初衷就是希望环境更好 那就是像雷科张静刚刚分享的 希望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可以带一些贡献 让环境可以更好 那我们在农业上 其实有很多的 台湾是还是传统农法嘛 那其实传统农法或者是油漆农法都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在 至少在地产地消这件事情上 可以来实现 举凡来说我们在大辽 我们就有很好的凤梨 像是普玉凤梨 那我们有很好的种植很好的米 有机米叫日品有机米厂 那我们也有猪肉 人鱼牧场 那我们还有大辽农会的红豆斑 那等等这些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在地供应 那如果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去落实的话 或者是说有机会去推动的话 那这件事情在某些层面上 我们就已经是在实现净零碳排 因为我们光是从运输的一个碳足迹来做计算 那我们都可以去透过环保署的一个碳排的一个计算器 都可以轻易的去计算出 我们透过这个地产地消 减少了多少的一个碳排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 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小事 包括我们可能一般居民 我们就可以到跟我们自己在地的小农购买 那我想这样子一个从日常的累积 然后我们再一个做一个扩大的话 一年累积下来 其实都可以省下不少的碳足迹 那我想我们在这两件事情上 其实是我一直想推动的 就是减碳是日常小事 那环境是我们大家生存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本质 因为环境好了我们就健康 那健康的话我们的心情就好 那心情好的话 我们的工作也是效率会提升 对 好我想从一个水根蔬菜永续农业 他其实他有一个核心的地方 也就是包括我们所讲的地产地消 在地生产在地消费 那甚至于包括我们雷科刚刚讲的 张经理所讲的 我们在收割的时候 我们就办一个音乐会 那我们就不用大老远的开车 坐火车跑到台东池上去听音乐会 我们在高雄的旗山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那地产地消我想就是一个原则 那假如包括我们每一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我们高雄旗山生产的米 我们大辽生产的米 那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个使用 我们就不用去买什么花莲的富丽米 或者是台东的池上米 甚至不用去买日本的月光米 我们在地的生产 我们在地的消费 那这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我想刚刚我们从雷科 他们在推动的契作的稻米 然后这些圆梦计划 然后透过圆梦计划呢 让想做事的人有做事的机会 那而且包括想好呢 他做的事情呢 不只是永续农业 他也包括照顾了社区的长辈 也照顾了社区的一个弱势的团体 那当然这也就是包括 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永续发展 或者是ESG呢 我们要去评估他的所谓的影响力 那这个影响力呢 绝对不是说一块钱就只有一块钱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一块钱可以花挥三块钱可以花挥四块钱 影响到更多的受众 那影响到更多的利害关系人 好那我想节目到这个地方呢 也大概快要到一个尾声 那最后呢 我想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圆梦计划 那我想先再继续请教 想好你对圆梦计划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包括我们张经理 等一下也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圆梦计划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来想好你对圆梦计划有什么建议 我们希望圆梦计划 它可以再做一个事情 叫做你的接力 就是说我们如何把 比如说像我们做水耕 那我们可以开始去关注 雷克公司可以开始关注 我们说我们把水耕推广到了 台湾的各个地方 然后我们影响了多少人 那我想某些程度上 它是也是在看 他们赞助我们这笔经费 是不是能够去扩大它的应用面 然后也去push我们青年 甚至说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团队 然后我们把我们一个好的想法 然后推广到高雄以外的地方 让大家都能够来参与 好我们想好是比较从申请计划的观点 希望你的接力也其实也就是希望扩大它的影响力 让这个事情好的事情传播了更多 让更多人来参与 那张经理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你觉得这个圆梦计划 在持续的可能性 或者是下一个阶段 你们想要从哪个方向去着手 从哪个方向着手 可能还要再思考看看 只是说我们在思考的就是说 怎么把这个效益再更扩大 我刚才想到就是说 其实这次的提案有十几个 可是我们爱经费 我们可能只能选帮助三个部分 三个提案者 那其实还有其他不错的提案 我们没有办法去支柱 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平台 就是说希望找到有意愿的一些企业 一起来加入 那把这个影响层面可以扩得更大 可以帮助像想好这种有 更有计划更有想法一些年轻人 或是一些提案者 把这个平台把它做大 那这样才有办法帮助到更多的人 然后可以圆他们的梦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从雷科公司的观点 我们或许可以找我们上下游的供应商 我们郑董事长企业界的一个好朋友 那共同来参与这个圆梦计划 我相信这个圆梦计划 这是回归到他的初衷 回归到他的初衷 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个翻转圆梦 让想做事的人可以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非常谢谢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到我们公事好好说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是圆梦计划 圆谁的梦 那公事好好说 每个礼拜一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 在这边跟你准时讨论 公共事务的一个相关的议题 欢迎我们各位朋友 下个礼拜一准时收听公事好好说 拜拜 公事好好说 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每周一下午五点三十分 进行到六点三十分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